一本万例 终身学习 半课千金 顿悟人生 请给我七分钟 让我为你精读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观念和重点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俺家 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22年读诗一句话第48次的播出 我们这礼拜所写的书目叫做《王银武传》 所以作者抱着为传族讨公道的杰心所写的一本书 那获疫情时代 面对通膨危机 地言政治截起的多重辨识 唯有跨意学习才能迅速 驾意新挑战 掌握新机会 只有阅读才能深入学习 提问是学习的开始 思考是学习的过程 著作是学习的结晶 那学习不是为了要知道答案 而是为了要知道有各种不同的答案 而从中显一 那些无法学习 不厌学习 和不重新学习的人 就是21世纪的文码 那些从小就能制止学习 到老还要终身学习的人 就是21世纪的天才 那埃恩斯坦是个能助子学习的人 那张忠某提倡有目的 有计划 有计律的终身学习 那古今中外的天才们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把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 连百科前诗也不放够 OK 那本书的作者是胡志亮 那他是中国江西南昌人 江西大写中文系毕业 曾任教师 剧责跟编辑 那多年致力于书法 美术 文学 传记之研究与撰写 所以从他身上 可以找出三个活用观念 一是一段奇言 那作者是一位从未以王英武见面 或受教的中国作家 竟花了五年时间 写出了五十年代之前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 五十年代之后 在台湾更是名文侠耳的王英武的四十万字传记 连作者都不敢相信 二是另一段奇缘 作者跟胡士兆有同乡关系 那胡士兆是国际及海峡两岸知名的 图诗资讯界的邪术泰斗 一生读过十所乍邪 跨越四门邪科 获得七个邪位 而逃离满天下 作者本想写他的传记 他竟谦细地说 你要写就写我的恩师王英武先生吧 不但送作者有关王英武的整箱珍贵资料 还亲笔写序 三是名传记作家 作者写过《护报时传》 《文天祥传》 《欧阳修传》等 那胡士兆将他的《护报时传》在台湾印行环体字版 两人在互动的过程中 赶配作者一丝不果的态度 和《时事求是》的精神 所以建议作者也为王英武立传 以上的三个活用观念 希望能协助大家对作者有进一步的认识 那我们这本书《王英武传》是2001年1月出版 作者遍读所有王英武的相关资料 并亲自到其家乡收集第一手资料 将其一生全貌展示世人 不再有王英武是谁的遗憾 那我仔细阅读本书之后 从中找出三个重点 大家一起来学习 一是中国的王英武 那王英武十四岁的时候 白天做五金行学徒 晚上到夜校学英语 那十八岁后 竟在上海各校教英文 十九岁时过得三十五剧册的 大英百科前书 花三年夜读一遍 那经他的学生胡适之推荐 长商务印书馆有诸多的建树 那王英武一抗日战争时 活跃与政坛 承认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那发行今年建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或改聘为行政院顾问 那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转进台湾 二是台湾王英武 那王英武到台湾后 历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 总统府国策顾问 考试院副院长 行政院副院长及总统府执政 另兼职政大政研所 副次任台湾商务印书馆 不知心的董事长 用三立主义企业经营观念 跟科学管理方法 将商务印书馆四次复兴 可说是中国跟台湾 所期一直的天才大出版家 三是银武图书馆 王英武是个依靠自写苦读而成功的人 时时想读诗想写作 一生长书两万册 一生著作八十多部 那兼出一栋三层楼 及百万元新台币 以1974年成立银武图书馆 向社会开放 供大众阅读 以上是本书的三个学习重点 希望能够对各位朋友 有所启发 那纵观王英武的九十二岁人生 仅受过五年诗史教义 切指导培养出九位博士 张其军称他为 博古通经的博士之父 那纽约时报称他为 活的百科前书 胡适之则称他为 油脚的百科前书 那金耀基在他的木字名写上 一代其人 那王英武在他的身份证上的协力栏 敬至千诗字两个字 以上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那我不禁眼见叹息 王英武等于 字子学习加终身学习 OK 再见 拜拜